是不是也发现艺人Ivy最近很少在荧光幕前看到她 现在传出原来跑去结婚了吗 跟这个相恋一年的29岁男友在夏威夷已经结婚了 而且就连她的姐姐许慧欣都说不敢相信 穿起浪漫的白色长沙站在湖边 这是艺人Ivy 原本以为她是在代言拍广告 不过其实这回她是真的穿上婚纱结婚了 而且还是跟单恋她五年的老公在夏威夷默默闪婚 一张张和老公的婚纱照看似甜蜜温馨 一旁还有将近50名的亲友前来祝福 不过仔细看Ivy的老公似乎好像有张明星脸呢 原来她像极了艺人黄丽星 外形亮丽的Ivy过去始终自认个性很像男生 选择走入婚姻也是因为老公对她痴情的爱 让她感动不已 只是为什么会突然闪婚 就连姐姐许慧欣也都不敢相信 言语圈内除了Ivy好事传出 另外已经在去年公正结婚的夫妻党孙邪志韩瑜 最近也在微博上公开两个人的幸福婚纱照 品口蕾丝礼服加上浪漫大卷法 韩瑜孙邪志两人的婚纱照已po上网 立刻就吸引大量粉丝留言祝福 直夸婚纱美呆了 不过其实这婚纱可是大有来头 花费36万找来姐妹淘贾永捷量身设计打造 连拍婚纱当天幸福的气氛 也让新娘子韩瑜插点哭成泪人儿 艺人们步入礼堂喜滋滋 也让粉丝看到了都替她们感到高兴 这一期晚上才不见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